今天的依次个股推介是比亚迪1211 经济日报的投资热化早选选 原因是中央支持新能源车 推动内地新能源车销量持续创新高 其中比亚迪的新能源车销量快速提升 值得留意 比亚迪10月份的新能源车销量增长大约2.5倍 去到81,000部 头10个月计的话 新能源车销量增加超过2.1倍 累计销售近419,000部 五销量已经超越去年全年水平 股价走势方面 比亚迪曾经升近8% 准备挑战前顶324.6 和今年5月低位比较 累计升近1.3倍 策略上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没有货者可以抠300元附近买入 中线上网370元 跌穿280元减持 中线上网370元减持有货者可以抠600元减持有货者可以抠600元减持结果